本土疫情爆发 目前快筛世纪需求就跟当初的口罩一样抢手 即使已经开放了快筛实名制 还是有民众买不到或是找不到销售的药局 华联县府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华联县内有63间社区药局 还有5间卫生所可以购买 并提供QR Code给乡亲扫描 方便搜寻药局剩余数量 才不会浪费时间白跑一趟 新冠肺炎疫情进入高峰 华联6日新增382人确诊 华联县府提醒处处是热区 而快筛世纪实名制 目前华联已售出近3万份 华联县内总共有63间社区药局 以及5间卫生所可购买 民众可透过提供的QR Code 连接到家用快筛热度图 实名制快筛世纪地图 方便搜寻实名制家用世纪剩余的数量 很多乡亲想说 那我到底跑了好多家的诊所 结果社区药局都买不到 到底哪一家社区药局有在卖 所以这边呢 我们等一下整理了两个QR Code 那这边的QR Code呢 就是扫进去就可以看到 家用快筛热度图 那你可以上面有个蓝色 的那个圈圈里一点 就知道是哪一家的药局 还有在卖 还有剩 那白色的点 就是已经卖完了 已经卖完了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点出来 你家附近 哪一个地方还有在卖快筛记 你就可以过去买 而不会白跑一趟 那另外一个 这有两个网站 另外你扫这个 这个QR Code 就可以找到 COVID-19的实名制的快筛 试记地图 那一样的 你只要在上面的 县市的地方 打上你是花莲县 你花莲市 然后搜寻 你就会发现到说 里面还有哪几家药局 还有在卖 有剩的 你可以去过去买 这样就让我们乡亲 不会白跑 至5月底 北区慈激医院 加开 家用快筛 养性PCR采检站 若乡亲使用 家用快筛试剂 呈现阳性 可近数字临近的PCR采检站 进一步检测 7日8日周末两天 在华莲车站提供疫苗接种 鼓励符合资格民众 前往施打 呼吁乡亲 多加利用QR Code 查询实名制快筛试剂 或电话联系 可购买的药局 才不会浪费时间 白跑一趟 记者长方言 华莲师报导